我來一塊 有著好廚藝的大哥張耿順當主廚 料理當季食材貴竹筍炒肉醬 弟弟張耿輝議員則在一旁當助理 協助按照指令足以倒下肉醬等配料 兄弟兩人同心完成這道香噴噴又好吃的當季料理 這是在廚房料理上 但是在民意代表工作上 張耿輝議員則是主角 有親大哥張耿順擔任服務處主任 這個重要的配角角色 協助市議員張耿輝處理大小服務 以及會看案件如影隨行全力付出 幫助張耿輝議員邁向七連霸 正所謂兄弟同心齊力斷筋 現在也品質外面的一些對我蹦蹦意義 說我下一屆好像可能不顯得 事實上這個是謠言的重傷 其實耿輝現在身體狀況比以前更好 尤其每天有多有四十的來運動 那我想經過我大哥還有一些朋友的加入我的 弧度團隊我想下一屆我應該會更有信心 那也再是希望讓市民好朋友覺得耿輝 從正以來都是秉持的專職專業至今都沒有改變 如果是認為耿輝能夠平常就是群走基層的話 不妨的話有機會繼續給我加油鼓勵謝謝 一有榮言我覺得跟耿輝在一起服務地方 感覺到非常的開心 尤其他服務的熱忱 然後跟百姓的互動 我是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互動 在此我希望耿輝下一屆能夠更高票當下 兄弟兩個以前從年輕到現在不論做什麼事都很有默契 我剛才看你們在炒菜幹嘛其實都很有默契是這樣 是的 因為我是大哥嘛 所以我當然是要盡一切力量 一切的鎖人 然後幫弟弟 然後完成第七任的任務 不只兄弟同心 能夠六連霸市議員還得靠許許多多好朋友的幫忙 因此張耿輝特地利用 忙碌地方服務行程難得的空檔 到西中鹹外貼的馬林地方好友豬爺家 分別做出營養又好吃的丘楼菜 大家一起吃個便飯聊聊天 深入地方聽取意見 希望為七堵家鄉爭取更多更好的建設 不負選民所託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